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呢 君君啊 昨天跑步3600公尺 花了36分钟 OK 这么长的距离花了这么多时间 今天呢 他用相同的速率 跑了一个小时 他跑了多少公尺呢 嘿 这个题目啊 如果你对上一题 有一点点印象的话 上一题也是给你距离时间 然后呢 也是用相同的速率 但是 他是告诉你说 在跑了多少公尺 花多少时间 现在是告诉你 跑了多少时间 要你求多少公尺 其实背后的思维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呢 去利用他们之间 时间跟什么距离 在速率相同的状况下 是成正比的这个概念 好 不过第一种解法呢 我们先不利用正比这个方式 我们用最最最简单 最最最基本的做法 就是什么 就是先把速率求出来嘛 然后呢 求出来了以后 我再来算出距离 那均均的速率到底是多少呢 就是什么 就是把距离除以时间啊 3600公尺 就去除以36 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 就是每分钟 他可以跑100公尺 OK 每分钟跑100公尺 那今天呢 用相同的速率 跑一小时 可以跑多少公尺呢 当然啦 我们知道跟距离有关的 这个式子 我们的这个公式是什么 距离是等于速率 去乘以时间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把 这个100 然后拿来乘以1呢 OK 绝对不可以哦 绝对不可以把100 拿来乘以1哦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间 这里是一小时耶 你要把它换成分钟才可以 因为这个 是一个分数的一个单位 所以呢 我们就把一小时 变成60分钟 然后呢 利用还是一样 距离等于速率 乘以时间的这个式子 所以呢 我们就把100 拿来乘以60 然后最后 就会等于6000 那这个就是6000公尺啦 OK 应该没有问题哈 好 有了做法1 当然就有做法2 那做法2 就是要来运用 我们所讲的这个正比 我们就往下看 那今天呢 也是一样的题目 然后我们思考一下 它在速率相同的状况下 其实距离是几倍 时间就是几倍 那我们现在两边都有的 则是时间 所以可以说速率相等的状况下 时间是几倍 距离就是几倍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正比的概念 好 所以我们可以在不求出速率的状况下 就算出我们要的答案咯 那记得因为我们要求几倍的关系 我们当然要把时间换成同样单位嘛 所以把一小时变成是六十分钟 所以今天时间是几倍 六十除以三十六 是几倍呢 就是三十六分之六十 约分一下就是三分之五 那既然时间是几倍 那么所跑的距离就是几倍的时候 前面我只跑多少的距离 只跑三千六百公尺啊 那后面跑的距离 是前面的三分之五 这是倍的意思 所以呢 我就把什么 把三千六百拿来乘以三分之五 那约分一下 得到的答案就是六千公尺咯 跟上面那一题是一样的 OK